好了回来了回来了 我刚刚刚刚刚忘记调那个分辨率了 现在调回来了 刚才还可以啊 一直都没注意到 我们来看对阵啊 第一场Gym对Lambo 第二场是NICE对BV 最后一场是小拉达和嘎姐之争 总的来说的话 SR还是实力要明显 高出一场 Gym嘛 Gym现在状态也很差 降到了已经降到71分了 但他其实今年奖金拿的还可以 拿了两万多刀 还可以其实 那总的来说他最近状态不好 但是他面对的对手Lambo 其实状态也不是很好 Lambo感觉这个赛季 好像不行了 日本队输给 哥斯达里扎了 首先第一个你们要明白一件事情 能不能进这个世界杯的就没有弱旅 大家水平也没有你们想的差的那么远 对吧 然后德国现在也没有以前那么强 不扯世界杯啊 没什么好关系的 跟中国队也没关系 这场ZVT 我们来看一下 比赛开的还是非常快的 对 看看这场 Gym跟Lambo的比赛吧 我觉得Lambo ZVT还是值得信赖的 他的ZVT中规中矩的 主要打的 打的理解是现在最新的理解 对 就你的实力如果没有比他强 你是肯定打不过他的 他这个命运 命运起来还是有点猛的 直接野兵赢了上来 今晚德国打西班牙 感谢绝老师的火箭啊 感谢绝老师 感谢绝老师 干了黄徐东 爽 今晚德国打西班牙 不会像你们想的就是差距会那么大 看到 什么西班牙今天把德国 吊起来抽这件事情是做不到的 今天西班牙有一定的优势 但是优势不大 可能两个队 两个队就是1比0左右的一个比分就结束了 现在日本就要跟西班牙拼 他们赢了西班牙就出现了 就这个意思是吧 很乱现在这个小组 真的1比0左右吧 我觉得西班牙 这个德国 德国也没你们想的那么弱 毕竟也是老牌强队对吧 不可能 德国打7比1 你妈的德国被打7比1 你们就来找我 就不可能发生这件事情 西班牙也没你们想的那么强 这两兵 看卡位置吧 军牙操作的很漂亮 不过南部思路也很清楚防的 对 很清楚啊 这思路防的 轻松守住 狗出来 然后配合农民再吃一波就结束了 枪兵主要不够 你就三个枪兵 我这里觉得农民都拉多了 分两条 稍微多了一点 这个可以 他要全吃枪兵 这都已经到这个位置吗 肯定要吃的呀 走了呀 这个农民可以走了呀 为什么还要在这里 我这没必要的呀 差不多 因为你有根管子的 你没有必要在这个地方 他管子退了是吧 他把他看这个基地 就地堡农民咬退了之后 他就管子退了 他觉得你没有威力嘛 如果说你是感觉他 他觉得有压力的话 他你三病的话 他就不退了 这种管子 对呀 他都还是有细节的 没说谁赢 西班牙赢啊 我说的 西班牙今天能赢 1比0 德国现在没有西班牙强 但是也没有什么 你们说的什么 7比1这种说法 搞笑了 这个野兵营其实是 算是比较失败的野兵营 没有打到什么东西 基本上 那么没有什么压力 但局面的确 我觉得还是打得有点乱的 这时候重逐 他不要出去开三框了 基本上该看的都看到了 那之后看你 看你双倍的重攻的话 那只能说防一手 有点卡 空头火车了 他在每幅 稍微有点卡 等一下 这个没办法 我现在跟你们说了 我现在已经是神算子了 昨天是不是阿根廷2比0 是不是没戏进球了 说的没错 对不对 是不是告诉你们沙特踢不过波来 都告诉过你们结果了 你们把握不住呀 千万不要像黄巨东 他只是碰巧梦队的 毛 我他妈的梦队了多少了 日本是不是把德国弄翻了 要有自己的判断 我还是那句话 当你妈的在风口的时候 就算是是猪 你妈都会飞起来 今天晚上你就看着西班牙把德国弄了 几比几 一比零呀 跟你说就一个球 不能说一比零就一个球 优势 二比一又可能是 就一个球的优势 你们就等着看结果吧 德国人太老了 现在这批球员 我觉得预测比分没有什么意义 你就告诉我 谁能拿世界杯冠军 87呀 其他别跟我 怎么了 你确定吗 我确定呀 这一阶就是巴西 那决赛队友是谁呀 巴西呀 那决赛我怎么知道呀 反正就 谁来都打不过巴西 巴西就是强 没头到啊 南博防得很有经验 知道是 他房子看到 转转火车 看到你这个装备重工 对 装备重工嘛 肯定是火车 没有别的战术 没有内马的巴西 内马受伤了 他只是受了个小伤 他是两场比赛上不了 就是这个后面小组两场 但不重要 巴西小组一定能出现 对不对 然后 然后就是 然后就是打淘汰赛了 你们还记得98年的 是06年还是98年的法国啊 其他内部上来野 是好像06年的法国 其他内部上来野商了嘛 也是小组没踢 同样的道理 好像98年的法国 忘记了 这届巴西是完美复制98年的法国 是吧 哎呀 反正就那么回事 就告诉你 巴西很强 两船兵 其实并没有装满啊 直接投在脸上压四框 这个就给压力了 四基地 其实应该往 应该保一保的 不能让他掉这个四基地 主要这些 这五个火车有点威力 女王数量 哎 够了也够了 女王多前期防守 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第十摩诺哥 压得还不错 肯定比利时赢啊 摩诺哥怎么可能 压得还不错啊 这个这个 军台 哎呦 三 还行啊 还可以还可以 军台压得还可以 这波 军台是还可以的 南部不好打 现在这个局面 军台被压得很伤 南部号称 南部要输 这把就很烈 你晓得吗 现在这种军台压成 这个情况 他怎么打呀 看他之后怎么补吧 我觉得军台 现在对于重座来说 就这个 现在这个重座来 非常的重要 他四块那一块的军台 的确是有点差 这军台 哎呦 这两颗雷很痛 其实你看都没换到 多少机枪 这种 刺蛇狗独暴 怎么说呢 我觉得打到现在这个阶段 Lambor这个刺蛇狗 刺蛇没有成形前啊 正面是有点打不动的 它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把右边的军坦全部先扑起来 对这个是最重要的嘛 冰冬组合上来说其实还是可以的 刺蛇独独暴打这个 生化带地雷 其实是没有太多问题的 你首先得把刺蛇憋 你至少憋个十个刺蛇吧 不多吧 诶诶诶诶 怎么逛街了 F2了感觉是 他好像跟你拉个人 有同病相似 好像用你地雷这个操作很粗 感觉 就我觉得Lambor现在就是基本功上还是有差距 所以他其实扑不出去他的军坦 有还好把把地雷满了 满的话 现在重处还是很注意秒地雷的这个操作的 对 这你这Lambor这个武框其实开的位置就不对 应该开12点 12点那边的那个军坦要稍微好一点 这武框怎么可能开始M这种军坦 现在双线拉还有投主框 主框应该是有防空啊 哇靠 找了个很好的位置切进来 这个切进来的 Lambor没想到 回方还算快啊 这个回方 防肯定防得住 但是地雷 哇靠 我一说了 就Lambor基本功跟不上去 被左右拉死 这个就是很无力的重组打的 他知道怎么打 但就是打不过 对吧 基本功跟不上 节奏跟不上 被重组这样 被人组无限拉扯 拉着拉着就拉死了 然后地雷永远在中 就是基本功跟不上了 就一直中地雷 就是你 就是你节奏跟不上 所以说你才会中地雷 你节奏好好的是不会中地雷的 然后剧目框越打越多越打越多 Lambor不是说 你们说什么老了 不是他就这个实力 就这个基本功 他就最开始的时候 可能就那段时间 他很在意分数的时候 那段时间可能他的基本功 要比性能还好 我是觉得他基本功退化了点 还好吧 我觉得 我感觉还好 我是觉得Lambor最大的问题 就是在于 在于他没什么突破 就这样了 之前他成绩好的那段时间 是因为他的理解 的确非常领先 他是用的是 当时欧洲 他不是天天跟Sero 他们一起讨论吗 他的理解非常领先 那段时间 Lambor强过两段时间 就是有一段时间 战争联赛的那个时候 他的理解领先的 那段时间很强 然后现在大家理解都上来了 然后再拼基本功的时候 他有点拼不过 然后第二 还有一段时间 就是Lambor最早出道的时候 就军坦特别快的那段时间 Lambor的军坦是欧洲最快的东西 他特别注意 你说的没错 其实我们就在那个时候 认识他的 对 感觉他当时都是欧洲第3C了 但是他是被 我觉得他还是 也是被马路给干死了 之后好像就不行了 对 后来军坦一砍 他就直接打回原形了 现在妈的想 想砍军坦都砍砍 没有机会砍了 但我觉得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Lambor 他的这个 就下限是在这儿的 实力还是有的 Lambor 对 你说这场一定会 0-2的也未必 也不至于 就军坦稍微有 稍微有个失误 可能就死了 对 看那么多赞助商 明年可能就没有 那么多赞助商了 下一届 下一届 下一届再说吧 下一届再说 就先 过一届 就做一届 是一届的 今朝有酒 今朝醉 然后下一届呢 下一届应该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呀 妈的不应该是什么 明日愁来明日悠吗 妈的不要悠了呀 就醉了就醉了呀 就醉 就醉成梦死了 已经结束了 反正我们尽量吧 这个东西 我给你说 今天如果玩那个鹅人山 你来推板流 但我推了 我要穿视频 不急 视频不重要 毛不重要 你又不穿视频 你怎么知道不重要 我那件事 你先推把流 我推一把 看看你 我推一会儿 我在我在那个 不要 你先推 你先推反正到时候 他们不要我推 他们要看你 我要保持神秘感 你神秘个屁 你神秘 我就觉得你打得很好 我没错 我打得不好呀 但是神秘感 还是要保持的呀 没有骚到啊 他们都要看你 而且我要传视频 我找他妈的视频 传慢了 每天都有人来问我 为什么不传 很烦的 他这个是什么开局 两川兵吗 两川兵啊 这个开局 我发现现在重组一输 就选这张图 宇宙兰宝石 先选了再说 这个图的确比较好打一点 他这个是火车霞 两川兵在火车霞一波 火车没有停嘛 那肯定就 两川兵在火车下一波了 直接一波弄死 想来说 再打战术了 这个如果 Lambor没有毒爆的话 其实压力还是挺大的 主要是枪兵是有兴奋剂的 这一招比 普通的 火车霞 要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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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带兴奋剂的 主要是 你这个没毒爆根本防不住 靠纯狗包是不可能的 好像还是没 好像不是 不是不是 他并没有那个 还骚两下 并没有 对并没有下VA 感觉不是 其实不下VA也可以打 机枪带火车一波 他就带去坦克了 应该不是 换了 他就出两个火车骗一骗 应该是 两川兵 他是两个火车骗你一下 然后我出两川兵过来压制 还藏了一波机枪 但小狗来了呀 这个战术 没啥威力啊 这样打 很软啊 他是藏了一下 想骗一下 我感觉 应该是个两框一波 在家连续坦克 现在 然后五兵一拳一波 后续就两 后续就直接五兵赢一拳了 带坦克的 剧母其实挺喜欢打一波 还是张图的原因吧 南部其实小狗已经看过了 走了一圈 在小地图上 我们看到 他看到没有三框 他现在已经确认 你是一波了 全力爆兵 这波还带两个解放者 南部兵不能停的 他是完完全全知道 这两框一波的 这个局面 其实我觉得到现在为止 也不用太急了 你没有独包速度 你是不可能去跟别人打正面的 对吧 找机会先去 看能不能把后缘截一下 其实 剧母打这种 就是这种局面的情况下 其实这种小部队操作 我认为是操作的非常好的 要包 要包 直接包加 这种独独的独独的独播 包加 直接坦克炸 哎呦 这个大 这个独独独 这个包的 哇 这跑不掉啊 包的好 这个包的好 四边八方都是独播 这波吃完 剧母的后续部队 不是那么好打了 但我觉得剧母还是有机会 能继续的一波 不过 不过南部只要一攻一防好了之后 其实他的这个部队就不怕你了 他的这个狗 狗就很硬 哎呦 哎呦 没了没了没了 剧母也也开始碎碎念了 好嘞 现在这一团被掉掉 南部想怎么包怎么包了 劫后员去了呀 现在 再包 坦克给你滚了就好了 他现在就解放者架的这个位置 但是只要我把你的兵杆走了 你解放者怎么都处理得了的 什么 残血的 残血这个防空立功了 立功了 立功了 他这个把这个地方打开很重要 对吧 你就两框打到底了吗 反正剧母之力就 对南部来说就女王不停 女王不停 然后狗狗抱 找机会再包你 就不停的包就完事了 他要先去截后员 截后员的同时 让你后面兵不敢过来 然后找机会直接包了 包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包了 包了 感觉很好 先先女王上去顶你坦克的火力 我有诸葛连弩 这个操作有点好啊 刚才剧母之下 但架不住对方兵多 架不住兵多 对这个小狗一攻一防很重要 好了 直接把你的机箱赶走 解决掉解放者 现在最大的威胁 就是这几个解放者 解决掉就行了 解放者不管怎么样 我有防空总能解决掉的 你再怎么解放者好了 剧母这波是不会停的 就一直打 打到底 打到两框杆 然后 打到主框杆 主框杆 然后最多还是把这个框飞到三框去 好了 后援截掉 还打算一波滚吗 其实可以包啊 我觉得可以包 别人都被你弄 搞得摔在家里不动了 其实可以包 直接换家 啊进来了 完了 其实其实他在堵包的 你就算堵入口也 也会被滚 那至少能消耗一下呀 这个经济给你炸钢 那你没了呀 这个经济打光 你回旧那就更不用打了 不回旧也不用打 别人 你们还在一起不冰呢 你的冰就那么一点 死一个就是一个 这个局面已经是一个无解的局面了 长春银行就一个 这你妈理铁 哎呀 还是一波啊 强行来 还包夹就好了 后面一截再包夹 哎呦又中了一个 这个局面翻不了 这边这这边这点部队 怎么可能翻吗 嗯 翻不了了翻不了了 女王慢慢跟你耗就行 到在这个位置 对啊 你总有损失的呀 好了没了呀 没了 解决掉就行了 一比一了啊 军们还要坚持 积极 积极 摇头了 那么 可以接受 我觉得可以接受 一比一的比赛 可以吧 他跟他跟那个 军们打成一比一 他还是可以接受的呀 因为后面两场比赛 哎 他们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但是他可能在自己的理解里面 他觉得他比军们强嘛 所以他对自己这个 那那我真的 一比一不是很满意 我 我真的没看在他比军们强好吗 我就说嘛 他自我感觉 可能觉得 军们现在状态不是很好 其实他们真正 就是SR真正强的选手 真的就是逼晕 王牌啊 绝对王牌 对 逼晕现在状态也不错 逼晕只是心理起伏 有些就是 对着摄像头的时候 他这个心理起伏太大了 总的来说 逼晕的 呃 这个实力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基哥到哪去了 基哥最近状态不行吧 所以就没上 反正他们内 内部还是要打这个 对类赛什么的嘛 没怎么上过 基哥 基哥一共 成绩也不好 基哥这最近 对 基哥一共战略赛 上了三场 1-5嘛 那就嗯其实现在打打了那么多轮下来 说明 就基哥状态直约不打的呀 对 好了 nice要上场了 他要对阵 对方的王牌选手啊 避晕 比云其实在整个战略联赛 这一次战略联赛 其实表现的 我觉得 呃不能说非常非常的不错 因为 他现在这种状态的话 其实呃就个人赛 我们可以看出来 他的确就不是打的不是很好 嗯 我看他战略赛 什么情况 哦 那打那么好啊 那那那我 我的锅啊 战略赛打得很好 他战略赛 对 我的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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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逼晕状态很好 我的印象里面 不是 我的印象里面 把他当 把个人赛串联在一起了 逼晕的 逼晕的战略赛打得不错的 云官方现在都说你是 我每次看到这个排 就这个战略赛的排名 我就想起了梭拉 呵呵 梭拉如果还在凯治 哎 为什么当时你们不管了 我看一下吗 啊 黄哥 别人去意已决 你怎么怎么这个 不是 可以聊点这东西 去意已决 他他说他压力 一打那就 那那那 给他加点心 说不定大鸟当时想的 就是 就是跟那个 那个 西红柿首富里面 那个一样的呀 那个教练一样的 当时他心里面想的 啊 双喜临门 的确双喜临门 大鸟说不定 一言为定 大鸟当时说不定 这样想的 不 当时如果说真的 梭拉如果没走的话 我就告诉你们 当时梭拉没走 凯治现在绝对不是 这种迥势进 啊 那现在凯治老师排在前三的 现在这种 那可能 莎师傅可能上场的机会 少一点吧 但是 雷诺 梭拉 再加上一个 你配男 哎呀 那只能下次让大鸟过来表演 三口一头猪了 哈哈哈哈 这个要主次表演 你告诉我 对吧 只能让大鸟过来表演 三口一头猪 三口一头猪 有点为难大鸟 我我觉得三口一瓶茅台 很适合他 哈哈 你不要吹啊 三口三口一瓶茅台 好吧 这个东西 哎呀 选手强弱 这个东西 你也说不清楚 感谢 摇大脚劝你们闭嘴的一个飞机 感谢兄弟 明将坟墓 凯子gaming 球星黑洞的 的确 奥利维拉今天4比0噩梦 我知道的呀 他气得一憋 他你妈越想越气 就不知道亚特兰大在打个锤子 有什么用 是啊 你妈关键比赛输了 你这100比0你妈的噩梦 你有什么用 是啊 别人跟你说一句 妈的平常我就随便打的 你妈你话都讲不出来 是的呀 你关键比赛输了 就没什么好说的 对吧 你在一起也没用 今天夜叠打这个 yeso的韩国区打得也很好 今天夜叠打进决赛了 他是 2比1估计后 2比1梭拉 2比0 Classic 然后进的决赛 决赛1比3 输给了Duck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今天发挥有点好 说明他最近实力是进步了很多 他肯定硬实力进步了呀 不然的话不会 不会打出这种成绩 而且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夜叠赢 基本上都是靠基本攻击 不靠这种 不靠一种一波的这种营法的 感谢球佬老现在CXY 万事不顺的一个飞机 感谢兄弟 感谢兄弟啊 我觉得夜叠 如果明年 就如果明年还有ES 里面来不退役的话 夜叠会是里面来非常大的竞争队手 对 陪男退役 男不一定的 哎呀反正现在 现在明年的事情扑朔迷离的 谁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微软收购也遇到很大的问题 微软这次这个什么TGA的颁奖都没去 为什么 他说要全力 全力解决收购的这件事情 他妈要把所有精力放在收购 我就在想一个问题 要是明年他妈的 这个发现 发现被波比玩了一圈 微软也被玩了 那波比是不是牛逼了 整了一圈 把骨架也拉上来了 然后自己也没走 然后自己还控制着动势 滚了一圈大的 那就只能买他手脚了 这你妈 感谢球老先来我PHD 生涯不顺的一个飞机 感谢兄弟 感谢兄弟啊 这个是要一波啊 这个 这种去坦克的 我就告诉你 大多数的人组都会选择一波的 这种战术 对坦克前期非常猛 在少量兵力的时候 好 比喻应该是 呃 度压去丢一个炮台 趁这个间隙 然后正面就一波出门了 应该这样子 我开三矿打 那我觉得冰 其实前面打得有点稳啊 他这个冰出的有点多了 我去杀个尿 先搞一下 现在就靠这个度压托住你啊 反正我开三矿 没有任何的压力啊 对于B运来说 这场两个人 这样的平稳运 直接投啊 B运刚才是把OP先给打掉 打了之后直接投啊 看到了 这个OP很重要 看怎么结 应该不会眼瞎啊 我感觉他眼瞎了 不是吧 他这都能眼瞎 那么大一个OP停在那边 12点是不是有个什么农民啊 还是什么嘛 感觉是能够看到这三串兵的 没有眼瞎 没眼瞎就行 有电池 你这样丢爆台 其实也没有太多的用 他这什么情况 家里面被搞了 正面不知道什么情况 正面 运输机走 运输机走 枪冰就换了 这波 还可以 两个炮台的话 仙鸟 电池 但是也打不到农民啊 你就这么回事了 走的来 我现在这个局面 还是个军事 那是因为吃了冰一波冰啊 所以他现在可以攀科技了 怎么这端还没死 OB停的位置非常的巧妙啊 冰其实已经算是一个火眼金睛的人逐选手 但这个OB他依然没看到 可能是没想到在这个位置会有OB 哎呀哎呀 瞎啦 之后就要看 NICE的这个正面的 这个爆冰啊 包括他冲锋的时候 他正面操作硬不硬 而且NICE这样打是不行的 他必须要攀科技 什么引刀啊 什么 怎么恶心怎么来 引刀自爆球 能静没找到 这个很重要 我让你丢出来 这边打完之后就没后顾之忧 正面守住没有问题啊 顺便 冰要慢慢把四光开起来 然后逼鬼兵 然后跟你打一个后期 这把我觉得挺精彩的 两个人其实在 就各种的都在运营 NICE也没有给太多的机会啊 就等鬼兵了 有鬼兵 在慢慢推出来 现在是要为主把四光开起来 防守上的话 坦克好像稍微少了点 两三个坦克就只有 不过也不会冲啊 现在冲的话就有点送兵了 干嘛 他强行搞 两个能静突破防空 直接在 直接去冰冰家里面 刷一波 然后正面再冲 有点创意啊兄弟 但是你这个 冲进去 强行冲啊 这个肯定要强行冲了 不用想的 死一个能静没关系 只要有一个能静冲下来 然后刷破冰就行了 然后正面应该要来了 哎呀被锁了 我靠 正面还是要来 但正面没有差 这个你冲不了 这波 就就这样吧 我觉得亏肯定是亏了 想的想法非常好 那是打了这个 现在这个阶段 我就感觉他有点 没有没有进攻的 这种想法了 就他的进攻 进攻的能力 包括进攻的手段 不是那么的丰富 导致他现在 他只能够正面冲 他没有别的办法 然后祈祷人 把自暴球能不能炸得到 这个正面很难冲 但打到这个阶段 人组的这个正面 就比神猪强多了 主要有鬼兵啊 有鬼兵太重要了 你来吧 你除非自暴球能炸到啊 炸到就不说了 还行 第一个自暴球 跑路 直接跑路 投两团兵出去 正面还要来 还要来 他只能正面冲 他没有别的进攻手段 能不能炸到 我靠中了 满贯 冰是F2回来了 他觉得正面压力有点大 度压其实没有任何意义了 度压 自暴球一个个炸 各种一个炸 但自暴球已经耗得差不多 巨像站不住 这就是为什么 现在人猪正面 比神猪硬的原因 有了鬼兵 炎屁之后 然后把你巨像解决掉 你正面就打不过 现在只能 只能自暴球 没有别的东西 那次打的 就我觉得 有些不足的地方 就是他没有引到 自暴球这个单位 到这个时间点 应该是一个防守的单位 然后用引刀 然后带一点提出差 去外面搞你的矿 对吧 用布林克引刀 也没必要 你妈四个VR出自暴球了 两个VR出自暴球 是绝对够了 你现在这些 插冲出去 其实都是送 插的话 没有想象中 那么有威力 好 你现在来嘛 你还是只能有 自暴球有输出 自暴球只要中不了 你就很难受 第二个 还行 中了一点 第三个 基本上很难中的自暴球 这个插带追裂 自暴球后面那包上 没有没有没有 还F2的 有机会 我靠中了 把冰晕把所有的冰都扎红了 这波自暴球中的很伤 能不能一波把冰打死 N死冰晕 后面反正上面的这个冰 无限在刷叉 几近 我靠 可以啊 nice 自暴球这个东西 我就跟你们说 你们真的自己 自己打过PVT 然后你们用自暴球去炸人 像碧莹这种人 是很难中的 毕竟他操作还不错的 这个我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会中那么多 可能刚才有点急 要关摄像头了 今天这么搞 我感觉 SR是有可能翻车的呀 今天 如果这场 耐斯能够2比0 比音的话 对吧 小拉达打 嘎姐打成1比1 我觉得没有问题啊 感谢 SBCBZH55的钻石粉丝感应兄弟 我去躲一下TVP的自暴球 不是 他们这个级别打这个比赛 就是他们是集业选手 对不对吗 相对来说自暴球 这种进攻自暴球就很难中 瀑布啊 第二番比 这场很重要 这场 耐斯如果真的2比0比音的话 那下一场 我觉得 呃 嘎姐肯定要翻车啊 下一场 嘎姐TVC很 就很抽的嘎姐TVC 小拉达 你们是一个不怕TVC的选手吗 小拉达这个TVC也挺强的 逼音其实我告诉大家 逼音的这个薪水在整个WTL上应该属于蛮高的 具体多少我不知道 但我觉得应该是蛮高的 毕竟他们俱乐部还是有点有点钱的 只能说逼音的确签了个好价格 三千刀我觉得不止 三千刀不止 我觉得应该四千 四千左右吧 最高肯定是雷猫咪 我觉得也未必 因为你们想OG签的那个马路 我觉得也应该挺贵的 对不对吗 你们先赶马路 我回来了 nice赢的嘛 nice1比0 对1比0 刚才肚子痛 本来想撒个尿 坐下去肚子痛 公自贸啊 什么东西啊 他们问我们 我们战队联赛不是有公自贸吗 你来解释一下吧 首先第一个 他妈能有战队已经谢天谢地了 然后第二个 其实也没有人会超过这个公自贸 说的没错 感谢老仙 连签不下工程合同的一个飞机 感谢兄弟 感谢兄弟啊 公自贸 如果都能够 俱乐部能够触发到公自贸这个级别的话 那我们战队联赛应该很兴旺才对啊 是的呀 对吧 这种高手如云 比较难呢 现在这个情况 我是坐着撒尿 家里面吗 坐着撒尿啊 干嘛 你站着撒尿 你不觉得你会 有时候会见 见到那个 见一些什么 反正有可能把那粥旁边搞脏嘛 那你 那你还要擦干净 那你坐着撒尿就没这个问题啊 这有什么问题的 站着撒 坐着撒 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习惯 在外面嘛 你在外面嘛 有尿槽嘛 你可以站着撒的呀 家里面马桶嘛 你坐着撒就坐着撒的 不是会搞脏的呀 难道你不擦的吗 你把这个 就马桶盖 马桶盖起来 这个有个这个 坐便的这个拿 再拿上来 然后你 你站着撒尿 你不搞脏吗 是不是嘛 搞脏了 搞脏了 你还擦很烦的呀 两个人对头 你还打不动 我靠 怎么也不可能当一个坐着撒尿的娘 不是 这个没 这没什么的 这个真没什么 这有什么的吗 我靠 对吧 你这个站着撒尿跟坐着撒尿不取决 都不取决 你是不是娘炮 他妈也有娘炮 是站着撒尿的 像我这种钢铁猛男 也是坐着撒的 对不对 那妈有啥区域 这个没有关系 这两件事情 那么在于这种事情 说明你们 你们都 都还太小 是啊 没什么太多机会啊 这个 没什么太多机会 他有 太漂亮 这感觉 鼻云血亏啊 鼻云你看 极了 这个表情 极了 可以啊 nice nice 这最近感觉也进步了嘛 nice这名选手 其实一直很想证明自己 真的啊 再切一个女妖进去 女妖还是有点虚啊 他他有点虚 没有隐形的 进去有凤凰随便访 其实我是觉得 如果 iG的话 如果能够 就当时 如果 哈斯跟nice 如果能够签nice 的话 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 那是 好了 来了 其实打不到什么东西 打不到什么东西 两个农民吧 最多也就 两个农民 但冰晕这几波 打过农民数量还是挺多的 对 但nice 率先把三框开起来了 这个很重要 农民的话 肯定 肯定可以补的回来 这个不知道几 其实农民也没有落后 落后很多嘛 现在最主要是要爆冰 把冰 nice也已经补起来了 nice应该有感觉 也觉得 冰可能是一波 这我感觉nice 不一定守得住 这这波不一定守得住 他没有电池的位置 也不是特别好 家里面搞一搞啊 这个拖一下时间 这鼻云被拖住了 感觉 鼻云F2了一下 而且关键是全部的这个建筑都看到 看到你五兵赢了 知道你要一波了 但是不一定守得住 但正面也未必打得过 这个冲上去 有点冲动了 有点冲动了 地雷 还有 没必要啊 刚才冲上去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冲上去啊 完了完了完了 但鼻云其实也有点怕这个白球摸的 后面又来了一坨冰 后面还有很大一波冰 刚才冲牵住住的 感觉接死了 双线 好了双线了 防不过来了 接死了 1比1了 接死了 这个两框一波挡不住 太多了 这地雷卡位置 直接没了 压力来到了小拉达这边啊 小拉达打嘎姐其实是有机会的 为什么不是来到嘎姐这边呢 小拉达好像也是一个猛男啊 对啊 大厨力又偷 这把nice已经很难再翻回来了 因为冰地上实在是差的太远了 对 对 围成一半跑路死一个 怎么啊 这我觉得 死个不住还是很伤啊 刚才还不跟他拼了 光头为主 这个也是 这驼平怎么怎么怎么守吗 那么厚 我感觉A上来就就结束了 运输机也又多 就一个不守 不守要慢慢被秒 加也加不起来 1比1 比云也是 没想到没有2比0啊 对 第一把 其实nice打得有点好 好了 2比2 今天其实总的从选手发挥来说的话 激积的两名选手发挥的都不错 你妈在这种有什么好带这种节奏的吗 什么东西啊 他们在带你妈的那个什么剁的杀料什么站着杀料的节奏 我怎么无语了 这没什么呀 这个 这个属于 就 就你 你如果每次 你不在乎这个卫生嘛 你就觉得不用去擦什么的 那那无所谓的嘛 那你站着尿 站着尿好了 这个没关系的呀 对吧 你又不打扫卫生的话 但你想 你想打扫一下卫生 你就觉得比较麻烦吧 你就做着尿 这个没啥去 这个有啥吗 你想做着就做着想站着 对呀 这个没啥没啥关系的呀 习惯呢 这有什么好 这有什么好那个的吗 不是会尿在外面 你马桶里面不是有 有有这个 有水的嘛 有时候它有可能会溅 溅出来或者怎么样的 都有可能的嘛 反正就是你站着尿 总归有机 有有可能在马桶边缘会 会有水或者尿什么的 那你要擦干净不了 难道你就不擦 你就你就把那个马桶 盖在往上面一盖嘛 或者马桶圈往上面一放 就就无所谓嘛 那这个 这个没啥好讨论的嘛 我觉得 算了算 不要了 妈的他们越 你们愿意怎么尿就怎么尿 我靠 你倒立杀尿都可以 对呀 你旋转 连里面杀尿都可以 你旋转倒立杀尿都可以 也没有人管你 是的呀 旋转 你妈的个鸡 旋转倒立 我脑腑了一下旋转倒立杀尿还是有 他妈有点东西 我真的觉得有点东西 你妈的旋转倒立 这个你妈的也是奇才 绝拼的话 艺术家好吗 我只听过前赛 你说过什么 旋转倒立吃屎 旋转倒立吃屎 这个我也很想看 那怎么样才能旋转倒立吃屎 是不是 拿个绳子 把自己绑在 在那个妈电风扇上 然后掉在那边 然后倒 倒就绑下来 然后桌子下面放多屎 然后他在 你妈的 你开着电风扇 然后他不停地旋转 然后妈的倒立吃屎 是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是我 我想的这种画面感 他什么理解 你妈这种人脑洞绝的吗 他把他自己说的 电风扇地转抢过来 实际上 任何地了 那只要过去 好了我们要等小拉达队嘎姐的比赛 这场比赛应该是一盘欧服一盘美服 所以他们选手要稍微调整一下这个服务器 这场也是很很关键 其实真的我觉得就 GG输赢 在这场比赛中心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他们只要拿下小黄鸭 就稳保机 我觉得他们应该不可能 保机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对GG来说 他们应该也没有想过 这一次能进那个季后赛了 对对吧 季后赛跟他们还是有点遥远 因为毕竟现在只进五分 除非他们后面全胜 全胜我想五分 全胜也只有九分呀 那全胜吗 他还可以拖两个队下去 那是 对不对吗 这个全胜 14分 他这场也要省 他这场也要省 对呀 就全胜14分呀 他全胜就拿得到14 不对 全胜不止 这场如果 全胜拿到17 全胜拿到17 对呀 那不就出现了吗 对 那就说这场也要赢嘛 这场如果赢了 他后面全胜 他就出现了呀 对妈的全胜这个是不是有点过了 黄哥 妈的哎呀 连凯子DPG都不能说自己能够全胜好吗 我就说嘛 他只有这样才有机会出现嘛 妈的今天我告诉你DPG 妈的就就要来招来灭顶之灾 应该没有希望 好 那个 比赛 够 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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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拉达其实 小拉达就是基本功还不错 其他都一般般吧 属于这种猛通猛打的选手 对 他没有经历这种很细的这种训练 然后可能平常他估计 他估计天梯上 就平常练习就只在天梯上打 他不去对练什么的 所以说导致他其实有很多细节 都做得不是很好 好了来了 就像这样他的这个基本功 真的真的很不错 我说真的 就凭借着一手乌拉 冲就完事了 哪有那么多废话 这就是小拉达的星际的 说白了就是小拉达 他打星际不够健 你知道吗 每个人有自己性格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打星际其实有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让对方很不爽 然后让对方恼羞承诺 然后从中找机会 那倒是 小拉达还是很标志性的这个位置 摄像头这么对着他这个角度 他的耳机应该是海盗船的 我没看出 这个标志很像海盗船 感觉很像 这一场到现在来说 反正都两个都正常开 嘎姐其实是一个比较喜欢打一波的选手 你看着他 这个波尔可能要打 又五边是不是刀 嘎姐永远都这样 顿入黑暗 他打星际的时候 小拉达为什么穿那么厚 他在俄罗斯 他穿厚点 俄罗斯很冷 他妈关键你不知道他在俄罗斯哪里 好像都很冷 现在已经是冬天了 对啊 就是他在俄罗斯 你也不知道他在俄罗斯哪里啊 不可能在远东地区 远东地区这个时候 他不是人美了 我好像那么冷 家里面还好吧 在西伯利亚 我靠在北极圈 那应该没有吧 就不知道 不知道他在俄罗斯哪个地方 有可能在莫斯科 对吧 这个也不知道 我以后一定要去东北过一次冬天 去体验一下 东北那边的那个 和暖气 就那个炕 你知道吧 炕 然后 然后他们在十月份左右 他们就会 搞搞很多的什么 土豆啊 地瓜啊 白菜这种 进入到这种地窖里面去 你知道吗 然后呢 然后冬天吃的呀 不是 是有点 我靠 咱们说现在只有农村才有炕 对吧 就试试看吧 农村去住个冬天 是吧 对啊 就传下那么多年 对吧 你去体验一下 会不会热啊 会不会太热啊 肯定 肯定 不 太热 我觉得不会 应该 你稍微 实在是你稍微晚上把门 就门稍微开那么一条缝 下面不是烧火过来的吗 那难道你还会把你烧 烧死烧死吗 我靠 那想什么呢 感觉会不会很干燥吗 我就说 会不会很热 干顾气会干燥吧 做好流鼻血的准备 他人 啊 杭州我告诉你 杭州的杭州冬天 我最最不爽的 其实是 我每次 我每次去开这个门 碰一个金属的东西 我都要你妈思考一下 因为因为会有静电是吧 对 我也是的 搞 搞一个金属就很 很伤 然后每次穿那个羽绒服 这种 碰到这种头 对对对 这种感觉 双方压一下 这个 都是一防狗 都想打一波啊 想法都一样的 打起这边 哎 这小喇叭 没事没事没事 后续训练狗 手柱应该问题不大 手柱应该问题不大 手柱没用解 这个静电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这妈的 虚的一逼 有时候开 就打个车 开个车门都很怕 对对对对 妈还有办公室 什么办公室 这个冰箱 我靠 每次开 我都虚的一逼 我还拿个 拿这个袖子的果折去开 不然的话每次痛一下 好了来了 小辣大这边一防也 但小辣大是一防开 并没有下蟑螂潮 有点太偷了 而嘎姐就是直接一防狗毒 完了 这个挡不住 这个挡不住 小辣大其实但凡放了 蟑螂潮就守得住的 对 嘎姐很喜欢打一波的 妈个鸡的 这个我太了解嘎姐了 大家都是一防啊 你这个怎么防这波蟑螂嘛 现在堵在路口这里 先拖一会儿时间 他找后面狗续上来 就结束了呀 他现在用一些狗来拖 拖不住啊 你拖农民也挡不住啊 农民不太多了 第一是 第二是没放蟑螂潮 小辣大也不想 不想放弃 蟑螂出来了 蟑螂是出来了 先点一下 后面狗马上到了 后面很多狗啊 对后面相当多的狗 这波狗过来 你拿头挡啊 现在做一个建筑学 嘎姐也不管了 反正只要穿进去就赢了 后面再来一些蟑螂 少量的蟑螂 拿这些一防的狗没办法 农民数量其实倒还是差不多 但你就拿这波狗 好像没太多办法 他主要没放蟑螂潮 他这个一防开 太偷了 这个东西怎么 他的风格就 风格就是这样子的 鸡鸡 寒姐1-0 笑了 开心的一逼 我笑起来还是可以 一波又成功了 仮姐现在是回了加拿大 回了加拿大 然后他应该不太在 这个SR的基地 他在家里面 对 他应该也不会再来韩国了 我觉得他应该 就如果星际没有比赛的话 我们以后也不会再看到Gagi 他也不可能去转型别的游戏 就结束了 可能比如说风暴之门出来了 如果做的还不错 他会前期打打 前期第一年或者第二年 你还看得到他 两年之后 你们现在熟悉的这些选手 大部分都看不到 这新的一批选手起来 就会把他们淘汰掉 这个就是这样的 冰霜居然RTS明年就出来了 没有没有没有 明年最多最多贝塔 现在他们的进度也不是很快 我问了一下冰霜居然的人 他们觉得进度 反正明年贝塔应该赶得上 但是进度不是想象的那么快 做一个这个游戏 还是需要很多时间的 明年说白了 对吧 明年你们12月份也是明年 对他们本来计划是明年中 对吧 明年6月份就白塔先拿出来 大家看一眼 那我估计他们如果 我估计来不及看这个进度 至少是明年年底 我说不出啊 至少是明年90月份 来估计 冰霜居然几个种族啊 好像四个种族吧 我记得四个种族 好像四个族 反正现在他们那个人 人族已经做完了 人族和恶魔好像已经做 做得差不多了 后面还有两个种族 不知道什么种族 好像是四个族 他们压力很大 会直接拿来跟星际比 他是必然跟星际比好吗 这现在怎么整个RTS社区 就是整个全世界的RTS的社区 就是特别是暴雪系的RTS社区 都觉得他是星际之马尔的精神去做 他必然要比星际二要做得好 他才会 妈的能够发售好吗 不然的话 他如果做得比星际之马尔做得差 那就不用做了 星际二是十多年前的游戏 他如果拿一款跟 就十多年前游戏一样的 那我告诉你 他也不用混乱 是啊 他这个他必须要做得比星际之马尔好 他才能够拿出来的 他要做得差 他拿出来怎么继承这个游戏吗 对啊 而且他这帮人出来就是打着星际二的团队 对吧 他本身就是星际二的这帮团队的人出来的 魔兽许作 你说魔兽三 魔兽四 他不是魔兽 他就是星际之马尔的许作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帮人就是做星际之马尔的 对 对吧 他 星际之马尔开发经费多少 工作人员多少 哎呀 这个他们自己有考量的嘛 这个你就 你就不用关心他们有多少人或者质量 有多少钱什么东西的 反正就是如果质量他做出来 现在差 大家也不买账的 你只有做得 不说好吧 你至少至少 妈的要同一个水准吧 大家才会买你账 是不是那么回事吗 多他远 我觉得他 他可比多他这个远班人马要更远班一点哦 小二大使了一防狗开啊 一防狗直接咬 咬基地 咬三矿基地的开局 他这个 哎 我觉得他这个可能是一攻啊 黄哥不是一防狗 是一攻我感觉 也有可能吧 一攻爆狗 啊 啊 啊 一攻蟑螂 干嘛这是什么打法 这是啥套路啊 没见过呀 我靠 小的打 你妈的使出了一招 大家都看不懂的战术 一攻蟑螂开 这个一波肯定是一波 但是我没从来没见过这种蟑螂一波的 一攻蟑螂一波 从来没见过这种战术 迈克摩罕他们不参与制作 他迈克摩罕那家公司只参与这个就是就是这个叫做后续的 而不要叫叫背景世界就是背景世界的一个建立 只干这个事情 这就做世界观的东西 他们制作上面他们是不参与的 对吧 就做世界观 就编故事的 迈克摩罕 对 就把世界观做做做好 这个一攻蟑螂 在绝对是全世界所有选手中 巧拉达的首创 王哥是不是 你有见过一攻蟑螂的开局吗 我没见过 他这个 这不是一攻蟑螂很多 但这种一攻蟑螂 他这个就是限嘎解就是什么呢 我是一个正常的蟑螂开 但实际上你看到一波蟑螂出来 但我这波蟑螂是带一攻的 你说的没错 对吧 这个你抱狗你就守不下来 很飘逸 你说真的 这种这种战术打出来真的是 小拉达这样的选手 真的是充满了智慧 我想起那个角球的战术 马嘎姐挺懵逼的 这个一攻蟑螂 真的挺懵逼的 他狗根本解决不了 他抹进去了 他狗怎么解决得了一攻蟑螂 这能不能再往里抹一点 不要让管子打到 好嘞 这个狗随便轻轻就 嘎姐突然发现自己狗死的好快 他打不快 别人主场主战 你就这点张了 你怎么可能打死嘎姐 你在想什么东西啊 他本来就补农民的 哥 他后续一个兵都没接 那就嘎姐打一波了呀 他抹一波然后开始把农民补满呢 关键他这波也没有打到嘎姐农民啊 还不如下去摸一波农民是吧 嘎姐你们三框了已经 他也三框了呀 嘎姐三框早好了好不好 现在你们嘎姐就暴冰一防一波 反正小来打这个战术很奇葩 我就准备过了 啥也不是 嘎姐狗过来 诶要被破口了啊这个 小辣辣 后续还在不停地去蟑螂 有什么用吗 你这个蟑螂塔肯定掉 他家里面已经去新的蟑螂塔了 那你正面怎么说 管子也没用啊 他砸一下就好了呀 对不对 管子砸掉我也不急 我再等等 等我下个cd 我狗包进来 然后火一砸 不就也就结束了吗 包呀 小辣辣 小辣辣 没咋好啊 没咋好 但是问题也不大 没咋好 问题也不大 因为异攻战狼的确打狗很厉害 但是别人这个进攻还是非常立体的 农民权给你杀光了 他就那波没咋好 本来已经结束了 不过已经 就这样也结束了 其实这样也结束了 小辣辣在他的世界里面这招很 他这招很 天地上绝对成功率还是有的 对不对吗 他肯定成功过才拿出来用的呀 不可能他妈能脑补了一下就出来就用了 所以说他最大的问题就是 估计没有练习对象 对平时就自己一个人在天地上打打 也没人跟他讨论就知道怎么防 剩下的 速射练习 要钱的呀 兄弟 你妈耿骨已经不容易了 说不定下个赛季 你妈再次就解散了 那是的呀 他已经 你妈做机器 已经做了多久了吗 做了两年了吧 两年 对吧 不容易的 主要这个是他纯爱好投入吗 对啊 小二打反扑一波 战斗人口还稍微多 没有多 75打86 下一波狗 有一攻还好 有一攻还好 但你正面打得进去吗 打不进去 还对 还有根管子呢 对有根管子 从防稍微领先一点 但兵 别人还是不比你少的呀 哎呦 领先四十人口现在 赶紧见无脑暴蟑螂啊 直接强吃 没了 二比零 赶紧还是轻轻松松啊 帮SR拿下了这场比赛 赶紧还是保到位了啊 这样的话 SR也是拿到了18分 18分 这个分数也是能够让他们继续保持在前五 对 他们是肯定能进最后赛 就看他们能够 最后能不能拼到个前三吧 我觉得 他们能够来过去前三 这个赛季主要是 这个PSI打得有点好 PSI现在已经18分了 阿尔法X打得有点好 对阿尔法X现在十九分 但是马上这场比赛 就DPG和OG的这场比赛结束的顺者 就会排到第一位 对吧 两个战队斗机18分 DPG要没了 接下来就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榜首之争了 我们休息五分钟啊 五分钟之后 回来今天的第二场 DPG对OG的比赛